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笔调 伪装词 伪装被称为华简笔调 就是他的词跟华简词人斗数词的风格并不一样 伪装自断机 经召杜陵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西安人 虽然他出生于四家大族 但是到他们五代之际 他的家族早已衰落 他早年的经历也不可强考 我查了夏成桃先生病的唐松词人隐谱 习东的伪断机隐谱 夏先生认为 在四十五六岁之前 伪装的盛世基本不可考 一直到后来 四十五六岁之后 他的经历才比较清晰 唐习总广民元年 伪装在长安印族 当时黄朝的齐一阵攻击长安 使他身陷乱阵之中 年龄之后 伪装逃出长安 语句到洛阳 写出了剧名的长使秦福音 其中由美库稍为锦修会 天阶搭进共情国这样的名句 秦福音这首诗在党史影响很大 人人皆知 因此人称他是秦福音修材 但是很奇怪 在伪装的史词节里 却没有这首诗 后来人们只能见到很多作品里面 很多文朗里面 就难回提到秦福音 但是秦福音的原作 我们却看不到了 一直到一百年前 等黄默高库的那个常景东被发现 秦福音在重新进体日 而且现在的我的一个老项叫徐军 现在在中华署旧出的一本 关于邓黄出土的史记的一个整理的稿子里面 竟然秦福音有四五个不同的版本 四五个不同的版本 口径因为版本之斗 正习名当时流传之广 究竟为什么秦福音甚至都没有守着 伪装的史词节 这是一个谜 是作哉不愿意这个作品流传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黄高七一之后 伪装又到处漂泊 一到到少中的警服二年 他再次日经饮食 又一次落地 只要你饮教五十九岁的伪装 才考中经史被授予教书郎之质 同志们要知道 唐代的经史考试 虽然很荣耀 但是录取的名额非常有限 最少的一年只取 狗位数很少的人 最多的是唐高中 也就是武者体的丈夫 走皇帝的时候 最多的一年只取五十九个 一半只取一二十个 二十几个 总共平均 唐代每一录取的经史 也就是奥斯明少多 所以党师考不取 是很不奇怪的 我个我们认识的唐代的徐斗 居民作家 像李白 都福 李侯等人 都不是经史出身 在宋代这种情况 就较少见了 违壮后来来到成都 请求杜少林就杜府的旧居 欢花起的固执 虽然无门已久 但是他把它修正一下 自己人因住的欢花起别 这里也看出他得使人杜府的热爱 少总提供原理 违壮再次日说 以王金 提供原理 王金啊 既立七十的政权 所有的开国制度 好令利益 都出于违壮之手 但是好景不长 违壮周宰相啊 也就三年的功夫 这些均于成都的华林方 违壮呢 却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史作和词作 尤其是他的词作 关于违壮的早年的审平 我前面讲到 违壮以宁普利 说他四十五六岁之前啊 甚至不可考 但是醒门黄的唐财之卷当中 这段文字 就要引起我们忠识 因为对我们马上要理解 这个菩萨满 人人敬修 蒋南好 那首词很有帮助 去违壮 早昌扣乱 监管邓制 习家来有种 违壮词里 都只提到蒋南 常财之卷里 他的这个卷里提到到有种 有种呢 应该是新宅的杭亚福地区 就是浙江的杭亚福地区 他低眉三日之卷 西江湖南守在博游 只莫有善后之意 故与流离嫖犯 与莫原情直起怀旧之词 王残赏识之之 或利穷争率 或反美兴贝 世仇久远之文 一云一上之作 俱能感动人也 唐财之卷的这一段 不知道依靠的材料是哪里的 如果细细的爷 这对我们理解 违壮的词很有关系 违壮的词 数量上不如文庭云 但是他在汤姆的文学史上 在诗状词美 则为一种带有普遍性 纯粹性的创作倾向 是从华渐之人开始的 但是维装了手朗的词缝 却使华渐界在一批龙腔 向逆分之中 由绿绿轻锋吹钩 因此他的词被称为化剑 毕雕 违壮的创作的主要成就 这些对词词的重要贡献 还表现了它构性化的 协性和许情性的加强 违壮这为化剑毕雕 我这里讲一段小故事 是我亲身经历的 大概在1985年左右 当时我研究生毕业 到江苏古籍出版社 担任兵届 出版社安排我 学做唐伟长老师 并唐宋词奸上指点 唐老师主兵 我是责任兵届 因为当时唐老年轻九十 身体也不是很好 所以起立脚要 给唐老走的事情 经常由我来做 所以那时候 我经常出入唐老的家 经常一有事情 就去向唐老请教 向唐老去请示 有一次我到唐老家里 唐老正在看广明日报 很生气 唐金安这个人 脾气好都不能再好 正像北京新闻学院的 周多文教授说 我们四学节 我们四十节 有两个圣人 一个是北京的周振普先生 一个是南京的唐伟长先生 被称为四十节的圣人 就是说明他人品特别好 唐先生没得多少脾气 他只有自己 一生很坎坷 但是从不想别人再平息 从不想家里的人发火 唐先生我在半年间 看到他生气 就是这一次 他在看广明日报 很生气 广明日报发表了 响谈大学杨春秋教授的一批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 伟长是花间派吗 换句话说 杨春秋认为 伟长因为风格跟花间派的 主大多数磁人 跟本林云那么的磁风 大不一样 所以不能算花间派 他其中还有说到 唐伟长老师也认为 伟长不是花间派 唐一人 看到这句话非常生气 他说伟长是花间的 主要磁人之业 怎么能说伟长不算花间派呢 他说 后来生气之后又跟我说 不光林协风行 问问杨春秋 我在哪里说过伟长不是花间派的 当时呢 其实我晓得 唐老在一本书里说过这个话 但是呢 我看老先生 难得生这么大的气 所以我就口头阴沉下来 好 我对我写 我写 后来呢 离世集体 我天天经常去 去了 唐一人就问 你给杨春秋的信写了吗 我写了 福音了好几次 结果呢 大概有十天左右 我看唐一人不生气了 后来唐一人又问起这封心的事情 我说唐老 其实你说过伟长不是花间派的 他说我在哪里说过伟长不是花间派 我说你跟潘春秋先生一同屏住的唐宋词轮戒 由契罗俗塞出版的那本书的第七十八页 伟长词里就有这句话 唐一人随即拿出这本书 一找狗人有这句话 哎呀 他说这批文章是潘春秋人这笔写的 我述出的看 没有细细的看 我实际上不很赞成这种观点 这句话应该讲也不代表我的观点 但是既写在我署名的书上 人家引用是完全对的 人家没有引用出来 只是原来我身高不太严 赶紧不搞你写封信就要向洋泉球道歉 我用不着道歉 不管怎么一定要道歉 他说今晚洋泉球比我年轻 我们一定批评出了人一定要道歉 我又没有批评出 我一定我没有写信去这块洋泉球 我一定我当时就有一个吃了的感觉 回去我又查了堆了一下 确实那本书上有这样的话 同志们 我在这里讲这样一个小故事 要向同志们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伪装的词讽 跟多数化剑派词人的词讽 确实有较大的差异 以至于像洋泉球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 都认为伪装甚至不能算化剑派 口径的他差异较大 这是其业 第二问我讲这个小故事 也有一律向同学们说 像唐会长先生这样的词学态度 是20世纪中国的三大最具名的词学奖 主意 他一旦发现自己批评出了别人 赶紧要写信去道歉 现在我们的学者还有这种气势谨慎的这种态度吗 所以老一辈学者啊 这种谨慎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当唐行人过去的时候 我们《南京日报》留了版本 要我写一篇回忆唐老的文章 其中我就讲到这一个小故事 讲到这个小故事 可见唐老许怀了过 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 及时的纠正 而及时的要去向别人去刀切 这种大小子 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都是说过这样的话 唐先生的学问不可解 唐先生的人品更不可解 我们习惯成唐会长老师 成唐先生而不成老师 所以这一点啊 这个小故事希望同学们能牢牢的记住 周记啊 在《天称的论词杂诸》里就说 断己词轻易就能 醋又富庸又流 使人享尽奉度 陈林作白玉在词华也说 唐断己词 诗则而语 诗诞而语 语为词种圣经 匡头语也说 唯问语词日吻访成其名 顺相军意 玄人罪行 游能愿命入手 语浓于淡 化见唇行 代行其辟 就是化见那些词人 很难比得上伪装 王国伟也讲 断己词 词神余秀 虽鬼魔不及厚足 圣众 就是礼厚足 逢云诗 要在废庆之上 管学人 颜色有力论 口之语 王国伟人言词话 又说 宣上黄金语 断己语也 其词平诗字 为断己词词 顾秀也 顾秀两个字 是对微装词很好的评价 他看起来非常清秀 淒厉 但是却贵秀